哇,大盘真是啊,久违了的上涨终于来到 而且一举拿下五日线,十日线 你别看跳空高开这么多 一下子收回了十日线,很了不起 并且成功的占到了三千一百点上方 那好多朋友都想,说这个位置大盘是要反转吗? 行情难道就此就展开了吗? 来,我们往下看 先看这儿啊,看大盘权重指标国 今天大盘权重指标国,手板面只有五个是绿的 剩下都是红的,尤其是以大金融 你像银行啊,保险啊,这些东西涨的都很多 那位说,这不就是因为我们国家队出手了吗? 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一出手,果真大盘上涨 而且涨的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这个就是我们最近这些天一直强调的 大盘仔这个位置上涨的话,不能拖泥带水 如果这个位置还是慢慢腾腾的话 那又进入一个横盘的格局 所以这儿呢,假如要接着下来 往上继续向上冲的话 速度也会很快 不光是这样,我们看这里 成交量今天上午五千三百多亿 比昨天稍稍大了一点点 昨天就五千三百亿 今天将近五千四万 同时北上资金一个上午净流入将近六十个亿啊 朋友们,多少天了北上资金不净流入 你看昨天上午的时候最多北上资金净流入 也就是四十多个亿 到中午收盘的时候 北上资金净流入是三十六个亿 虽然下午北上资金又滑落回去了 但你哪能想象到 人家晚间就出了大消息 这回朋友们总相信 市场背后那个无形的手了 你看,昨天咱们说 这个位置起的是幺蛾子 很有可能呢,是各种诱骗 但是今天呢 反过头来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上涨 这什么,这就是昨天原本就应该上涨的东西呢 应该今天涨 但是昨天呢,超前了 有人提前走漏了风声 那么往往都是这样 大盘呢,在消息出来一出来的时候 要是提前走漏了消息 往往对应的呢 就是当天涨,第二天不涨 也就是真正消息落地就不涨了 但今天呢,不一样了 今天是昨天晚间出消息 哎,你看今天就来了一个大的上涨 这个叫什么 这不就是市场上常说的半夜急叫吗 那么不管怎么说 只要是对股民好一点就行啊 现在这个位置 他只要能再能往上上涨 占到20线上方 这才行 另外我们再看这个指标 大家看 北上资金你看流入这么多 然后今天成交量放的这么多 但是下跌的个股仍然有2000家 那是为了什么 大盘涨了这么多 来了一个大的上涨 但是为什么今天下跌的个股超过2000家 上涨的只有2800多家呢 并且上涨超过5%的 还不到100家 那这个上涨 是不是这个幅度 还有这个力度 包括这个格局 还有它的风格 就要转变 这个是我说的重点 你看市场上 现在呢 向权重指标股在转向 前些天呢 是权重指标股 明显的一个弱势 你看 今天是白色现在上 黄色现在下 那证明什么 这不就是大盘股 跟小盘股风格 做了一种切换吗 我们再往昨天和前天看 你看昨天 可是小盘股在上 大盘股在下呀 也就是大盘股在压盘 再往前一天看 又不一样了 大盘股在下 小盘股在上 跟昨天跟今天 就跟今天是完全不同 另外再往前看 就是节田的时候 你想没想到 节田的时候 不就是大盘股 拖累指数吗 这不就是 很明显的特征吗 那今天呢 变了 大盘股 成了力往狂澜的 主力军 那么现在强大的 重点就是 北上资金 净流入将近60个亿 而且权重指标股 几乎全线飘红 并且大盘股在上 拽着小盘股在跑 那么我们在想 恰巧又出现了 中央汇金 国家队出手 又增持四大行 工农 中建吗 那为什么 他只增持这六家 大行 那今天尾盘 或者今天晚间 会不会中央汇金 又增持别的什么 那我们仔细想一想 中央汇金是啥呀 那是国家队 上面是咱们啊 那个 那么结论就是 很有可能 他还会把资金 往别的大中字头 往别的大银行 或者别的更稳定的地方去泼 那有人在说 说这个中字头也好 来我们先看一眼中字头 你看中字头 今天是不是走得很棒 没错 中字头走得很棒 但是问题来了 中字头 这是是不是最近 是一个低低位呀 那再来看 银行 银行呢 可不是最近的一个低位呀 那那位就问了 说银行不是低位 你看银行 如果这么拉直了看 仍然在六十线上方 这不就是银行吗 也就是银行 资金就属于一个 长期关注区 并且银行还在上升趋势之内呢 所以人家好东西 并不那么跌 这个就是重点 但我们再来看中字头 那中字头 为什么在这里跌破了六十线呢 是不是因为中字头 它一直以来还在高位 那么如果一直以来还在高位 那是不是这个位置还没开始下跌呢 那今天的这个上涨 今天中字头来了一个相对的一个大涨啊 就是这种上涨的方式 那会不会迎来更大的抛压 也就是中字头 他们这些很多东西都在高位呢 那么如果在高位再往上推 那有这个动能吗 更主要的是 如果再往上推 是不是就遇到一个什么打压了 就有很多获利盘可能就会出来 所以这呢 我说的问题的重点就是 这个位置中字头里面 也正在出现分化 高低切换吗 不对 是中字头里面内部在分化 虽然同属于中字头 但是将来可能是一些东西先涨 而一些东西呢 原来还在好高的位置的 这些东西可能就不动了 或者是往下跌一跌 或者是在这呢 人家开始进行调仓换骨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到底哪些东西会成为新的风向标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观察的一个主动向 那么假如这个位置 要是没有新的动向 或者没有新的主力出来 拉升这些原来就挺高的东西 那么在这很有可能 他们就还是撑不住的 可能人家就的这么一拉升 放出点消息 你看中央汇金虽然说国家队出手了 但是出手的资金呢 仅有四个亿啊 4.7亿还不到五个亿呢 就这么点资金 能不能就是做了一个态势 然后在这呢 掩护大部队撤退呢 我们不得不考虑 所以在股市当中呢 我们得多个心眼 再打回到银行 你看银行 银行在这个位置 你不能说它不是高位吧 是不是啊 是高位吧 尤其是这一年 或者是说我们今年 今年大盘走了过船车 但是银行 人家还是低点在不断抬高啊 那是不是在高位啊 能不能是被掩护撤退啊 拿了四五个亿的资金 把大部队掩护撤退 所以这呢 我们还要多一个心眼 那么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大盘在这儿 你说现在反转 不大现实 甚至在这个位置 它只是一个超跌反弹 那么我们先按超跌反弹来看待 也就行了 到底能不能反转 那么大盘在这个位置 我们首先要观察的就是 首先这是急跌到缓跌到止跌 有了一个过程 那么既然这个位置 有了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接下来就看 它这个位置 你急跌到缓跌 现在到止跌 它得有一个拐头的动作 拐头动作 它就会占到二十线上方 一旦股价 咱们大盘的指数 占到了这根褐色线上方 那么回踩不破 那样才能断定这个位置呢 真的真正的说是上涨行情 或者是这个位置 它就开始快速向上涨 直接收复咱们的绿颜色趋势带 绿颜色是古邦的趋势带 这个趋势带不是一条线 是一个窄窄的带 一旦它要是站到这个趋势带上方 就是三千一百四十点左右的上方的时候 甚至达到了三千一百四十点 再多一些 那我们才能认为 行情在往反转的方向 在运动 好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大盘在这个位置 我们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朋友们 我们下午收盘见 我们下午收盘